今天来跟各位讨论感应电动机里面最常使用到的转子 也就是鼠龙式转子 它的原理以及它的结构 在这次的课程我们要跟各位讲述的是感应电动机鼠龙式转子的外观 以及它的特色还有它的结构 我们先来看一张简单的表格 感应电动机的转子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鼠龙式转子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比较常见于小型跟中型的电机 第二种是绕线式转子 它的结构很复杂 因为它就是等于把定子的线圈绕在转子上面 通常会用于大型电机 主要的目的是需要限制启动电流 以及速度控制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它的向跟急的数量 必须跟磁场是相同的 这是今天的主角 鼠龙式转子 鼠龙式转子它的名字呢 是来自于它的外观跟老鼠在玩的笼子是一样的 基于阿拉哥旋转的原理 它只要是金属就可以了 理论上来讲 我们会使用导电性最强的银 可是银又太贵 所以呢 最常使用的会是铝 在整个鼠龙式转子里面呢 真正动力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一根一根的导体 导体受到力量之后呢会带动整个转子的旋转 为了降低运转时候的风切声 以及它的受力均匀 我们通常会把它做成是斜的 而左右两边的端环呢 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再制造一个短路的路径 导体所感应的电流才有地方可以去做流动 导体上面有电流在流动 我们才有办法通过弗莱明左手定折 来确定导体的移动方向 跟其他所有电弓机械一样 为了要强化磁的传导 我们不会就这样子空空的 我们会在中间去塞细钢片 这样子可以最大化的去强化中间的磁导能力 以强化电动机的效果 再来我们来讨论 转子呢是如何动起来的 这张图我们在基本电学课程上面很常看到 现在所看到的呢 就是使用弗莱明右手定折 去得到导体上面的电流 接下来呢在下页的地方 我们再使用弗莱明左手定折 透过磁场以及电流 就可以得到物体受力的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 它实际运作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假设现在外面旋转的是旋转磁场 为了方便观察 我们把磁场移开 移开之后呢 我们留下它原本磁动的方向 是由左往右的 我们再把端环移除 接下来我们使用弗莱明右手定折 来确定导体上面电流的方向 请注意 虽然磁场是向上移动的 可是我们实际看的是导体的切割方向 所以拇指需要指向下方 因此呢 它所感应出来的电流是朝向你的方向哦 再来使用弗莱明左手定折 我们可以得到导体的移动方向是向上的 那就是说呢 它跟磁场移动的方向会是同向的 我们来探讨一下 什么叫做均匀受力 为什么这个导体是斜的呢 如果导体是平的 因为每一根导体位在空间中的不同位置 得到的受力会不同 转指转起来很有可能会发生振动 所以我们将它做成斜的 每根导体所涵盖到的磁场范围 都分别有大中小 这样子每根导体所得到的受力 就会都一样哦 在这个简单的影片里面 我们跟各位讲到了 鼠龙式转指它的基本结构 它是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转指 那它的外形呢 是因为长得像老鼠的笼子而得名的 而真正出力的是中间的导体哦